菲律宾扬言还要再次提起针对中国的新的仲裁 从某种意义上讲 也是仲裁裁决余毒没有彻底输清的表现 无论菲律宾政府如何包装所谓的二次仲裁 其内容必定与仲裁裁决的若干错误裁定产生关联 作为南海诸导真正的唯一的主人 和南海有关海洋化解争议的当事方 中国需要从南海有关争议产生的历史经纬和事实真相出发 反复的持续的对仲裁裁决进行弧底抽薪式的消毒 从法理上将这个长期破坏国际法治的毒瘤彻底清除掉